现在网红每次开直播的收益可不比明星每次出场费的费用赚低,所以很多人都费紧心机想要去当网红,但是网红并不是人人都能去当的。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,在快手抖音上,有哪些人吸金能力是非常强的吧?一直以来,赵本山的女儿球球非常的有名,先不说他跟天佑暧昧的关系,光是他爸爸的身份都够火一阵了,赵本山还有一个儿子,跟女儿对比起来,儿子显得非常的低调。 不过小编觉得球球爱美,也是人之常情,哪有女生不喜欢美帝呢?她也大方承认自己正容,这么坦率的小姑娘也是不多了。 所以小编对球球并没有太多的反感,都是靠自己挣钱的。 刘大美也是在快手上活跃度非常高的一位网红,她的粉丝已经达到了两千多万,每次开直播,她的粉丝们都会疯狂地送她礼物,所以也可以说是不愁失不愁穿的那种了。 一个月随随便便,就可以挣到上百万,不过虽然这些网红看起来工作简单,在背后也是个苦恋本领,毕竟是一个竞争力非常强烈的行业,要想一直保持这么红的状态,也是不容易。 作为排排棋的女朋友,小依依她也是非常的有名,之前她跟排排棋的婚纱照哈上过热搜,她的男朋友更是我自己的排排家族,一起靠跳舍会摇出名。 不过二人的口碑一直不是太好,尤其是自己的男朋友排排棋,自从排排棋被封杀以后,大部分的粉丝都转到了小依依的名下,每一次开直播就能赚到二百多万。 确实是非常有钱了,之前曾经火过一阵的温暖,当时也是混得非常的好,不过随着丑闻的爆料,让她人气一路低到低谷,原本以为她的封杀会给她带来很大的打击,却没有想到有许多的宅男都纷纷想要见她一面,她居然把直播开到了新浪上。 小姐姐的笑,真的是让人过目不忘,小编怎么也没有想到,没想到吸睛能力最厉害的,居然是我们的太阳女神气呢。